郭达尔别哭 永远是德云社 众所周知 德云社向来饥饿如愁 凡是退出德云社的弟子从来都是划清界限 永不录用 但赵云霞却例外 这个人称六哥的家伙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 能让铁石心肠的郭德纲回心转意 在世人面前严肃刻板的郭德纲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赵云霞 探究他背后的故事 18年前的一天 乘着非典散退的余热 德云社门口一片萧条 当远道而来的赵云霞怀着好奇心 打算买票进场时 一个卖茶水的拦住了他 一点都不好听 你听这干嘛 望着对方一样的眼光 赵云霞姗姗而去 就这样他和郭德纲的第一次相遇 失之交臂 等赵云霞正式站在郭德纲门前时 已经是三年后了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的日子 当赵云霞哈着热气 冻得满脸通红 来到郭德纲面前时 望着眼前这个和自己 年龄相近的家伙 郭德纲赶忙招呼道 来屋里做 屋里暖和 一旁的王辉更是热心道 还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们买菜做饭 望着窗外呼啸的寒风 赵云霞趁信为郭德纲演唱了几段 当众人相谈甚欢时 王辉夹着风雪走进屋内 手中抱着几件崭新的棉袄 笑着催促道 快来试试合不合身 就这样 不久后赵云霞正式成为了郭德纲的徒弟 又是一年春节时 当赵云霞度过了 慢慢的检票生涯后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也许因为太过紧张 望着台下陌生的面孔 赵云霞吓得腿肚子直打哆嗦 不久后就草草收场 下台后的他满脑门子的汗 望着郭德纲一脸的愧疚道 让您失望了师父 没事挺好 挺好啊 孩子你行 日后回忆起这一幕 郭德纲笑着道 嘿不得鼓励你吗 一吓唬你不更害怕了 不久后 赵云霞便逐渐地在师父郭德纲的心中 站稳了脚跟 那时的德云社还处在萌芽期 赵云霞每天跟着师父师娘 还有一众师弟们生活在一起 吵吵闹闹的日子虽然贫苦 但却充满了欢乐 不久后随着德云社鸣声雀起 这个昔日门可罗雀的班子 成为了众人仰慕的相声帝国 而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也开始慢慢的汇聚 恰逢此时 赵云霞和妻子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当得知这一消息时 师娘王慧满脸的不高兴 他平生最讨厌始乱终气之人 这一天早晨 当郭德纲在为晚上的春晚演出精心彩排时 望着身旁的赵云霞 师娘王慧数落了他几句 谁曾想 这几句话却点燃了徒弟内心 深藏已久的火种 他当即衰门而去 不顾身后师娘苦苦的召唤 当他驾车行驶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时 听着身旁此起彼伏的来电声 赵云霞发狠道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不久后 他就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 离开了生养他的德云社 跟着曹云青一起开始了二次唱应 可是好景不长 当习惯了座无叙席的观众时 望着台下零零散散的几个看客 赵云霞的肠子都毁清了 那段时间里 就连做梦都是回到师父身边 有一天他鼓起勇气 在群里发了想回德云社的消息 可是大半天过去了 却如时辰大喊般音信全无 看着手机里熟悉的面孔 他的心里百感交集 整整一天过去了 只有岳云鹏等两个人点了支持 这就是无声的反抗吧 面对这冰冷的现实 赵云霞倒了一口气道 怪我自己不怨别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不久后他就收到了师父郭德纲的英语 同意了他的浪子回头 望着多日不见的弟子 郭德纲激动到 回来了就好 可算是回来了 望着满脸兴奋的赵云霞 几年前开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那是德云社的动荡时期 面对着接二连三的背叛 德云社中有人高呼着 永远团结在郭德纲的身边 听到这句话 郭德纲笑着道 老六 徒弟里你算大的了 你说说吧 说不如做 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望着满脸迟疑的师兄弟 赵云霞当即发愿道 我反正不会离开师父 事隔多年后 望着师父郭德纲 赵云霞总是乐呵呵的道 我就是德云社的石头 俗话说抛砖引玉 希望以前走的人能回来 大不了磕个头认个错 爸爸还跟儿子有隔夜仇吗 今天的德云社虽然声名显赫 引得四方豪杰争相来头 但在这锦绣繁华之下 似乎少了一些人情冷暖 每当滑灯出上时 望着后台森然有序的准备 郭德纲的眼里 恍然间回到了那个艰苦的岁月 除夕夜的晚上 赵云霞忙碌的在灶台上包着饺子 审判的师兄弟们帮衬着 和着面赶着皮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去年可乐的事 客厅里 郭德纲手拿毛笔 在红纸上挥毫着新年的注词 此时 门外传来烧饼和郭启林放炮的声音 不远处的雪人 静静地瞧着这一切 这是一直给您的视频 德云社六哥赵云霞 愿您虔诚似锦 不负韶华 或许小的故事讲的并不好 也或许小的视频没能让您满意 但还是厚着脸皮 问您要个点赞评论加弹幕 因为实在不想喜爱的德云社 会比其他视频的互动差十倍 谢谢您了 咱下期再见